我买色科数据库网站充值接口这个配置视频教程 其实刚才我已经做了一遍了 做完之后我发现了我录制这个软件 那个我忘了勾选这个麦克风录音了 选择是不录音 说了半天 这会把这个叫声录制完之后发现不对劲 这个没有声音 所以说这个还重新给大家做 好 言归中断 咱们其实也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网站 不管是网站也好是游戏也好 都可以进行充值网站游戏 或者说是软件 只要是买色科数据库都可以进行充值 其实非常简单 新手 新手一看就会 一看你就会 好 非常简单 首先呢我们创建个赞点 创建个赞点 好咱们这个PSP版本有这个5.4 5.5 5.6 720 720以上 他他咱们这个目前不支持 只支持5.4 5.5 5.6 咱们可以选择5.6 5.6 咱们选择以后呢我们进来 定乎咱们这个网站更目录 上传 咱们这个原码 咱们把这个404和这两文件删除掉 没有用 删除掉 哎 咱比较干净 好 我们把咱们这根所需要的原码上传上来 我们给加下来 好 把我们这个安装包散除掉 没有用了 给散除掉 还是一样 其实在我们 首先呢 我们就修改这个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上呢 我们 大家看一下的 打开之后呢 打开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步 添写这个数据库地址 数据库地址 这个是哪个数据库地址 不是说你这个充值这个 本站这个数据库地址 而是要添写你要充值那个数据库站地址 就例如我要给我这个网站进行充值 给这个账户进行充值 就是TFT 这个001 就是给这个账户呢 进行充值 他这个新鲜账户充值是0元 这个赞点呢 是使用 知梦的程序进行搭建的 我搭建了一个赞点 知梦呢 我们还需要去集成接口 特别麻烦 我们就用到咱们这种方式 首先呢 还是进入咱们数据库 数据库 咱们要给连接的这个网站呢 这个数据库是这个 我就把这个数据库地址 和密码填件上去 其实很简单啊 大家一看就会 把这密码填件上来 这样的话 我们数据库呢 数据库连接文件呢 它是 嗯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数据库就连接成功了 数据库连接成功 我们往下拉啊 这个 这一步生成数据库表 这个我们不用管的 我们往下拉 底下呢 有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叫充值的 表表明 就是咱们出称哪个数据库表 然后这是啊 充值用户数据段啊 这个用户这个字段 以及充值这个积分字段 呃 这是两个字段啊 咱给哪个数据库表上 这某个字段进行充值 就是两字段 这个是给的这个表啊 这个表啊 现在就啥就啥样 这三个表 咱们 一个表两个字段 咱们贴写上来 那么我们一样啊 进入数据库 找到我们这个字段啊 找到我们这会员 会员这个字段 其实啊 我之前已经找过了 我已经找好了 嗯 大家如果说 那个 没有就是说想要怎么的啊 就是说 不知道你那个字段是哪个呢 需要我来找 话也可以啊 可以来找我啊 嗯 我也是去说说实话 我也是这么一点点一个个找 嗯 其实我之前已经找好了 我已经在 现在咱们这个文章上 已经给大家列出来了 就是这个 嗯 还是给大家找一下的吧 我这么 手动啊 这 好 就是这个 这是我们几个会员啊 从 第一个管理员啊 一直到 最后一个注册会员 刚才这张号呢 是TIT001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这个表啊 这数据库表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顶部这一位置啊 会给大家 先出这啊 就是这个位置 是吧 我们复制这个表可以了 嗯 或者复制也行啊 可以 主要是有这个地方 能复制的地方 你复制行 Ctrl加C复制啊 我直接用快捷键 那提示啊 我们要充值的数据库表 那这就是我们要充值数据库表 对吧 下面呢 就是说 我们要充值的用户字段名 那我们找下的字段名 肯定是这个 就是我们用户名 对不对 呃 或者说你好像 从爱充值他的ID也行 他能好看 比较容易 记住呢 记住自己的ID呢 可以也输入这个啊 或者说自己的用户名 能记住呢 输入我们自己的用户名 那么我们把它啊 这里的啊 用户名的字段啊 这是用户名的字段 我们给它粘接过来 好 我们保存 然后呢 下一个就是充值积分字段 这个积分字段啊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找一下啊 这呢 这就是我们积分字段 我们复制 啊 对 它的积分字段是没认的啊 好 那么我们 保存 嗯 这接口啊 这个接口 这个 这个可以删除掉 可以给大家提交 那也不会有这个字段 我都给大家删除掉了啊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呃 配置完 我们可以在这可以加上啊 呃 用户充值什么 充值的是 呃 积分呢 还是金币啊 还是什么 自己可以随便自定义啊 金币啊 比如说我设计金币 呃 一金币等于多少 就是充值一比几啊 一比一还是一比十 就是说你充值一块钱啊 比例是多少 比如说你充值一比五就是充值五个 一比一百呢 充值一百的 那我们想要还让他默认是 呃 一比十 那我们这里头也是啊 充值满一块钱送多少 你可以送着可以设置满 五块钱 送多少 至于这个 充值多少啊 比如说充值五啊 是这个是吧 比如说 我早上还用默认啊 就是你想充值多少 送多少 你就可以在这种自定义啊 在这辈子 那一样 咱们如果说这几个就目前就只加了三个啊 那不用怎么办呢 还是一样的方式啊 我们把这个右键 哦 我们就把复制啊 复制这一段 然后 好 我们可以数点加 比如充值一千 是吧 送多少 送三万 三十万 你自定义就行了 说是 那么我们这个是教程啊 这个测试 好 我们配置完这呢 然后我们需要配置咱们这个API接口啊 API接口 API接口呢 需要咱们 啊 进入咱们这个登录 自动发平台这个更新啊 也就是咱们自货平台这个 商户 API信息中 查看啊 查看这个 我们复制一下啊 他这ID是10439 那么我们修改 10439 好 上户 大家看好啊 不是说修改了这位就可以啊 你对接哪个平台接口 这个地址啊 一定要改成哪平台 我追击的是3WQP 这个啊 是我刚才搭建的也是赞 那么 看啊 大家这头有个一 那个同步啊 同步回调通知和这个支持呃 成功支付跳转地址啊 这两个大家一定要 设置啊 这个地址一定要设置对了啊 好我们这一刻呢 的地址是API.PSP. 大家可以访问一下看一下的啊 嗯 API. 第二个 其实啊 我们这个第八行不对 行 一会我们会看看啊 呃 但是我们就是这个 这个域名 我们先把它配置上 好 接口就是这个 我保存 他看他提示我们这个 第八行出错了 我们看一下啊 第八行 第八行 哪里出错了 啊 哎 不定 没出错啊 回去而已 那我复制一下这个 看看我是哪里错了 其实不是第八行错了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是第七行复制错了 我少了一个 呃 小做好啊 我们保存 最后我们应该可以了 咱们复制这样的时候 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呃 在这个两个小引号 里头单引号里头 啊 一定要在这些单引号 刚才我就是复制的时候啊 丢失多复制的一个单引号 所以说导致的出错 好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配置成功了啊 配置成功了 我们还有个什么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呃 还有一个回调文件 是吧 我们回调文件也需要配咱们这个支付 接口 也就是说我们 编辑我们的回调文件 10439 是吧 我们还需要把这密钥添加上来 呃 复制 好保存 那么刚才我们看看到看到这个数据铺里头啊 这头有这个 呃 用户啊 用户这个 总是用户名 比如说我想随便打一个 你看可以吧 他会提示啊 用户不存在 别按钮啥也不会出现啊 那么我们输入 t.t.t.1 好 正确了 我们充值议员 嗯 我使用这个微信吧 我们确定支付 大家可以看一下的 已经 跳转到咱们这个刚才设置这个提交地址啊 就是说 呃 这域名上 我们现在支付啊 好 我已经支付成功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的啊 充值状态已经成功 到账金额到到账金币啊 它是订单金额是一元 到账金币是二十 那我们刷新一下 他先是零 我们刷新一下 好 二十 那好 那我们还是一样啊 我们修改我们的配置文件 还是高原来这个配置文件啊 我们还修改一下我们配置文件 那么我修改什么呢 比如说 我 一比一百 一比一百 那么我买一元 我送他 五十 是吧 行吧 我们保存 保存 然后我们再充值一元啊 我再扫回充值一元 比如说 好 我们现在再进行 刷码支付啊 不管你的是游戏还是什么 都都是可以的啊 我只是拿这三角给大家做演示 我刷新一下 是不是刚才比刚才涨了 涨了涨到了 刚才是二十 现在是一百一百七 也就是说 刚才充值应该是一百五 对吧 好 这一块教程呢 就是这样啊 其实不管是 只要你是买资格数据库啊 都可以进行充值 不管你是什么 只要你找对你这个用户啊 你也可以选择充值ID 他自己输出的ID啊 比如说我拿个ID 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为大家演示一下啊 咱这个充值的用户字段 会改成ID的 好 我们刷新一下这页 刷新一下这页面啊 其实刷ID也是一样的啊 比如说我们输入10 但没有的 没有这些用户是吧 我们这个5 我们看一下啊 第5是不是我们这个 他这个个人ID啊 个人ID是一个是5 5的话呢 也就是 呃 TS 我看看他在 啊 这个平台上没有的 没有没有写他的ID地方 但是有的论坛呢 或者说 呃 网站呢 或者什么呢 很多啊 都有写在他这个ID地方 那么我们 既然是5 我还是一样的 充值议员 然后进行 选择进行支付 那好 我们再支付议员 好 返回来了 说起一样充值还是成功的啊 就是涨300多 嗯 好 这一根教程呢 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收看啊 其实没什么难的 其实就是说白了 就是说写配置文件 把配置文件一头 我们改成我们要充值数据库 啊 以及他的数据库表 他这一个 每一个是个表 每一个都是个表啊 每一个都是他这个数据库表 他用多少个表 多少个表 呃 这一头呢 每个表头分有N个字段 你分它是什么字段 比如咱着用户名字段 ID字段 或者说他这个充值积分这个字段啊 好 这一块教程呢 到此为止 给大家收看 再见